欢迎来到本期私人岛屿系列 上一期分享了本周拍卖的Little Ratchet Island后 有一位热心网友评论说 买岛不费钱,建设才费钱 虽然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但也不尽然 比如,除了自己开发之外 我们也可以选择已经开发完备的私人岛屿来购买和投资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位于加拿大安大列省 乔治亚湾的Sarawa Island和Table Rock Island吧 Sarawa Island占地约两英亩 位于圣苏西中部的一个安静的海湾 岛上有一个小树林可以让你尽情回归自然 该岛已经完成住宅区的开发 有一座三居室小别墅 近期已经完成了翻修升级 小别墅的屋顶是新翻修的 屋内从中央地板到天花板的花缸岩壁炉温暖了整个空间 厨房也已翻新,铺设了大理石台面 并配有顶级电器 开放式厨房和客厅的落地窗使得室内光线充足 屋内通风良好 在客厅可以看到岛屿外宁静的水景 餐厅和厨房的滑动玻璃门直接通往周围的甲板 屋外有一个宽敞的分层娱乐平台 非常适合日光浴,休闲放松和户外用餐 两间卧室也已更新 一间带独立卫浴 一间有宁静的惯喜室 在室内都可以欣赏美妙的水景 带套间的主卧套房里还有一扇落地窗 通向一处私人甲板 在那里可以俯瞰水面和海港 该岛目前售价为240万加元 约1270万人民币 Table Rock Island占地约三英亩 位于沟烘贝以西 这里有着令岛屿爱好者欣喜的 安大略乔治亚湾的壮丽景色 却也因其崎岖的地理环境和有时严酷的气候 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但著名建筑师William Grayson 接受了这一挑战 并在岛上很好地展示了自己的作品 这是一个独特的八居式圆形别墅 圆形落地玻璃窗让你可以360度欣赏周边美景 一个露天的中央庭院 像轮子上的浮条一样向外辐射 通往所有八间卧室和四间浴室 其中还有一间面积为1600平方英尺 约447平方米的大房间 里面有开放式的厨房、客厅和餐厅 每个房间都有相连的走道 让家庭成员和客人可以自由走动 这座独特的小屋 被选入威廉格利尔森精选作品 该书收录了建筑师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作品 作者专门用了整整一张来介绍这座小别墅 这个远离电网的地方完全有太阳能供电 光滑的花岗岩从别墅向水面倾斜 在主岛的南端有一片隐蔽的岩层 因为长得像金鱼的脊背 因此也被称为金背 这片岩层向西形成了一个受保护的自然港口 那里还有一个干船屋船库 除了主岛外 两个较小的未开发的私人岛屿也包括在出售中 目前该岛屿组合说价为265万加元 约1400万人民币 这两座岛所处的安大略省 河流琥珀众多 岛屿也很多 价格非常合理 加拿大在代售岛屿数量上排名第一 通常加拿大人和外国买家是为了夏季 或季节性度假而购买私人岛屿 但随着疫情发展 岛屿也越来越成为远程工作者 以及需要大空间家庭隔离的人的选择 而安大略省也成为重要的岛屿采购地之一 在安大略省 私人岛屿的价格从10万美金到1000万美金不等 通常未开发的会便宜很多 但岛屿开发和岛上的建筑成本会比城市要高很多 所以对于私人用途来说 通常会建议最好买一个带别墅和通讯设施的岛屿 即使它相比之下更贵一些 在安大略省 外国人购买岛屿没有具体的限制 你可以像当地公民一样购买岛屿 购买过程也相对简单 如果你对今天分享的两座岛屿感兴趣 欢迎私信我哦 我们下期见